不行 真的假的 不行 妳是認真的嗎 對 我會頭先設想說 這個人在我心中 那個完美的白馬王子的形象 但是一旦他做了類似的事情 我會覺得 他慢慢把那個形象給詆毀了 就是 就是他自己毀了自己的感覺就對了 就是說當妳跟他比較熟了之後 他在家裡摳腳這樣 不行 我會立刻制止他 沒有 他現在當然這樣講 可是真的是交往了 或真的交往了從這樣 對 才是誰人啊 一樣 我跟你講 女才是真正一樣 真的 不行 不行 女生 真的嗎 我們看第二個現實好不好 請看 這個很過分 好過分 不想看到醜男 連看都不想看到 每天繞路上班 真的很過分 這社會上還是有很多醜男 所以你走在路上 怎麼可能 還有哪一條路 那你就都不能一直走直線 我覺得這個外貌 可能是我們要跟著我哥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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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位 不是 真的不是 他就是全面的 誰 全面的 什麼 你看 你看 你剛剛還說那 這麼多 怎麼講那麼多 我那時候在做電台 那你知道其實我們電台的主持人 就是可能有8點到9點 9點到10點 10點到11點 那這樣子的 那一定是我做完會接下一個 那我們的 波音室就是已經很小嘛 電台不是這麼大 那一定是我出來他進去 大概 因為時間會接得很緊湊 但是每一天我一定會碰到那個 我接我下面的那個主持人 那那個主持人是 我真的 我覺得第一是 我打從心裡面 沒有很喜歡這個人 然後再加上他的外貌 有時候我一走出來 看到他這樣之後 我就往那邊走 然後繞一圈 繞一圈 這樣子 然後呢 負這麼大 然後我身邊那些 幫我做妻子的那些小朋友 就會知道說 媽媽又碰到一個 她覺得 不喜歡的 對 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看看寶媽會繞路好不好 來看下一個線索 長得帥可以增加業績 這個 沒錯 如果今天 今天到一家店裡面 那個店員超級帥的 那一定 一定消費 絕對有 這個長得帥的增加業績 是近年來 全世界 都進攻的一個方式 就是 他對我們這些 不管是親手女 熟女 或者是少女 都是非常管用的一個東西 我騙你真的 現在香港那些 所謂的頂級的名牌店 他們所請的那些 所謂的門市人 他們通常都會 以前都是女生 親一社 但是他現在就是 大概是五個男生 三個女生 真的 大概都是 而且有時候業務 就是我們貪的 不是就是售錢的服務 而是售後的服務 售後的中生服務 買鞋子還是請售 結果鞋子如果壞了 我們可以趕快就拿回去 還是找他 妳回去會把它故意撿壞 還是怎麼樣 都可能會發生很多很多事情 例如像買車的時候 對 可能售後服務就很重要 其實威蕾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帥哥店員 一定有的啊 其實當下是有點猶豫不決 然後剛好因為他就是 笑容可居 然後又 就是蠻吸引人的 我就想說 好啦好啦買 就是有一次我去巴黎的時候 然後呢 我就在那邊跳東西 人家跟我說到巴黎的 香水大道 一定要去那個 L開頭那一家店 然後店員 可是沒有想到 就是這個金髮碧眼的男生 他就是對我非常非常好 因為可能看到女孩子一個人旅行 然後可能覺得就是 對他好一點嘛 畢竟來自異鄉 然後呢就跟我介紹很多的東西啊 什麼什麼 那我原本只要買三樣 然後他就一直陪著我繞繞繞 還說這個是要送爸爸的 還是送媽媽的 還是送什麼送什麼的 建議我可以買什麼買什麼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其實我已經都選好了 不應該再買另一樣 但是他就一直對著我笑啊 然後就 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再買一樣 對 所以就是 你看吧 因為在 所以女生你看有時候自己覺得 他們還是很看外表看帥哥 一定的 但是我們男生可以應用這個優勢 去賺到女生的錢 但是NO哥我跟妳說 就是真的因為他服務很好 因為其實我也遇過你跟阿伯 然後我也覺得不好 就是在日本的時候 你知道日本賣鞋子是要蹲下來 對 幫你穿鞋子 然後你知道那個 我覺得是我帶爺爺等級的人 他就 我就選一雙鞋子 他就蹲下來幫我穿 你知道嗎 腳一直抖 對 對 不好穿 對 然後就很多 然後很多的鞋帶 他很耐心的就過來那邊幫我穿 然後結果那個鞋子這樣一翻開 我看到價錢 天啊 我覺得太貴了 而且鞋子也不是我喜歡的 可是因為 那妳說不買 結果那奧地上就 妳就買了 其實我是有擔心 所以我就當下就買了 因為我怕他突然就是 心情不好 對啊 而且他年紀很大了 就還幫你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不一定是服務態度啦 真的 我們那個服飾店以前有來一個帥哥 他是業餘的模特兒 然後影哲因為他很喜歡 就是他想要做很多種不同的行業 所以他想到服飾店上班 我們就剛好店人家介紹來 他來喔 他來了前一個禮拜喔 就是業績好 因為我們來就是先摺衣服啊 整理帽 每天帽子每一頂就要拿出來 用那個筍 把它清潔一下這樣 對 清潔 然後要把那個上面毛絮把它黏掉 結果第二個禮拜 就開始有學生 女學生 然後後來有一個熟女 每天都開一台BMW 哇 每天來喔 她每天都來買一頂帽子 然後還買飲料給她喝 一開始只買給她喝 後來我們就是其他店員就會說 美女又來找妳 她後來就是每次都提一代 吃的又是送蛋糕又是送什麼 對 就是對 固定每天都來買 對 所以我就 就是為了那個女生 特別去做了那種限量版 比較貴的 NONO喵美女 慘遭女友當場動手教訓 為什麼會開車載女朋友 不過說實話 你們有沒有被女孩子嫌過 說你們是爛男人這樣 有沒有這麼嚴重 不要難過 我怎麼可能 他講一下 敘述當初怎麼被罵見女人 事實上你知道嗎 旁邊有女朋友 可是你看到美女還是會 心裡會癢癢的 所以心裡就會想說 是不是應該有十八套的劇本 在心裡面想說 有什麼方法 把女朋友讓她知男而退 好會喔 然後你可以去找另外一個女生 聽不下去了 太壞了 沒有 只是心裡想而已 你們是不是要講她三個字 就好了 真的 真的 這樣的外表啊 這主題是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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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實際講 你都找妳跟吹牛大賽一樣 比較好奇 應該在哪一邊 你知道 女生也會耶 不會 不會 不會嗎 不會 對不對 但我覺得女生 女生大部分女孩子都小心眼 很多地方你可以發現 危險會開車 開開開開 然後突然就紅燈停 然後又繼續開的時候 她就突然 就催我 我說幹嘛 沒事我在開車幹嘛催我 剛剛看女生 為什麼看女生 我說我什麼時候看女生 她明明就有 我說哪有 她剛剛那個紅燈停 明明就看你頭 我稍微動了一下 我說怎樣 我開車以為這樣嗎 你這樣 我一定會選擇 妳就對了 我都不能進來吧 對 小時候就是騎摩托車載女生 一經過女生面前 你稍微動一下 她就怕 真的超級感的 這時候我覺得不是小心眼 那是太愛妳 對啊 然後很在乎妳 所以會害怕 所以我要注意她 我就這樣 不行啊 幹嘛要注意 所以你開車一定會準備右盼 注意來後車 連坐在她旁邊 你都擔心 那如果她不在你身邊 你怎麼賣給我 沒有 你要看的話 不要給她看到 我覺得就是 就是要很技巧的偷看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現在跟她這樣 旁邊有個女生 就這樣 太快了 還在被機指 還是要先看她 然後再趕快看這樣之類 其實如果我 有帥哥男朋友的話 我會希望他跟我討論 那你就在手上 你看那個女生 會這麼大 會這麼大方 這個我絕對不相信 對 對 真的 真的 對 她就會知道你喜歡哪一種類型的 哪一種類型的 千萬不要跟女生討論 那個女生千萬不要討論 她也會喜歡討論 掌握你所有朋友的資訊 來 真的有這樣的經驗 真的這樣子啊 像我之前教一個裡面 她就是 她說 妳在外面不管是認識什麼女生 或是看到誰 妳都可以回來跟我討論 我說好 我都覺得真的很大方 每個都跟她討論 太傻了 我知道跟她討論過的 就算喔 她討論過的人 她只要知道我認識這些人 她都掌握這些人的電話 喔 這麼厲害 我都不知道我的紀錄 手機已經被她查過了 這個動作是愛屋即屋 因為你覺得她好看 所以她必須要了解 哪有這回事 少來就套了 女生講話 我真的沒有在信的 我跟你講真的 百分之二十 因為你知道 為什麼我只相信百分之二十 因為我身邊太多朋友 你知道 像我之前就認識一個女生 她就跟我說 因為我其實我不太喜歡 他會去聚會 我自己去聚會 但是可以 我去聚會 蠶齊 我都不想認識他們 你覺得她會 你覺得你 你又要 這句